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三抵達澳洲 布林肯向記者表示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威脅 是當前美國外交努力的中心 但印太局勢是美國持之以恆的聚焦點 行政途中 布林肯與多國外長通話 積極協調烏克蘭局勢 不過布林肯表示 美國的利益是全球性的 這也是他前往澳洲的原因 期間他將停留三天 會面澳洲總理莫里森 以及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外長 要讓四方安全對話成為強化海上安全 反擊印太地區侵略與脅迫行為的 一個強有力的機制 12日他將前往斐濟和夏威夷 與各國領導人會晤